中国航空发动机也是隐藏王者吗? 5月底,我国商务部、海关丛书等三大部门 共同发布了一份特殊的公告 将对中国航空航天发动机等装备实施出口管制 任何人想向国外售卖这种设备都需要提醒报备才行 这一手操作直接把很多网友开愣了 航空发动机那是被网友打入工业明珠的东西啊 以前提到C919,一些公知都会说 发动机自己生产的嘛,核心零部件突破甲脖子了嘛 2020年左右,董王还威胁我们要封锁C919的发动机 当时行业内也是吓了一跳 你说自己都没有的东西,还要限制出口 难道是打肿脸充胖子吗? 其实还真不是 咱们家的航法虽然还在矩阵 但是咱们航空发动机工业一点也不弱 它就像一个蓄势待发的隐藏王者 只要给一点时间就能完成爆发 你还别不信啊 一位美国通用高管接受采访时就透露 他们一台发动机有80%到90%的零部件需要在中国制造 相反,没有在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很少 而且他还举了个例子 比如高压涡轮盘,燃烧式的头部 发动机机匣,发动机高压转子的轴等等 还有一些零部件中国也可以生产 比如发动机叶片 但是因为出口管制 所以通用发动机,享用也用不了 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 说中国造不出航空发动机,完全是在扯带 要知道,这机翼航空航天 占了全球航空航天发动机市场份额的6成以上 而中国能为其代工9成的零部件 如果按照某公知的理论 那不就说明了美国航空发动机完全依赖中国吗 还有像2022年,美国五角大楼调查发现 自家F-35战斗机竟然非常依赖中国 比如发动机需要的合金材料,就是中国生产的 这个发现让五角大楼非常生气 他们暂停了F-35的生产 进行了全面整队 但是直到现在 F-35也没能完全摆脱对中国零部件的依赖 可以说,中国虽然商业航发还不太行 但是整个航空发动机产业的发展却非常好 而这种奇怪的现象,还要从中国错过三次航空发动机的发展说起 大家好,我是熊猫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下中国奇怪的航空发动机 说到航发,中国发展的其实一点也不晚 上世纪初,中国航空出了一位奇才,潘石忠 他中学毕业后,就跑去法国飞行学校深造 在学校期间获得了各种奖状和证书 毕业后,他回到中国南越航小任职 因为各项技能都是满个状态 他不仅在学校担任重要岗位 还进任了学校工厂的厂长 本来这家工厂主要做的就是修修飞机啥的 但是潘石忠耐不住寂寞,也不想当个小小的修理工 于是就萌生了自己搞飞机的想法 他带了一批学生和老师专门研究飞机的设备 1913年,在他的率领下 团队利用有限的资源,成功仿制了法国的格莱姆发动机 当时的发动机还是活塞发动机 因此仿制难度并不是特别高 潘石忠研发的航空发动机 成功搭载在一架双翼双座的军用飞机上完成试飞 这次试飞震惊了中国航空界 更关键的是,这架飞机不仅发动机是自己的 就连机体啥的也是自己研发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架真正的国产飞机 自此,中国竟然神奇了拥有了初步航空工业化的能力 虽然还缺乏飞机航发所需要的机械和眼睛的配套工业 但是相比于很多国家,已经相当不错了 1918年到1920年的两年间 中国又先后成立了我家飞机制造厂 开足马力生产飞机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走下去 中国航空是有可能崛起的 然而一切都毁了 日本清华战争爆发,将中国工业轮番轰炸 我们为数不多的航空产业家点也被尽数摧毁 直到新中国解放的时候 我们才有机会重新发展航空工业 可惜,此时的中国航空家底 已经被其他国家甩在身后了 不管是人才还是航空工业基础 都落后发达国家 上世纪50年代 苏联曾派遣专家团队来中国指导航空工业局 这些专家对我们的航空进行详细摸底 得出了一个让我们心痛的结论 我们所有的航空人才全都不符合要求 要求我们开出所有旧的技术人员 重新招聘技术人员 这个要求出乎了当时航空工业局领导的意料 航空局的领导舍不得这些人才 于是不断与苏联的专家团队进行交涉 还是没能改变苏联专家的意见 最终,这些人只能安置在四所航空专科学校审教 才能发挥余下的作用 我们当时的航空底尖人才难道就真的这么差吗 我觉得肯定不是 当时我们航空有民国时期的专业人才 也有海外留学回来的科学家 说他们完全不行,肯定不可能 但是我们想依靠苏联的技术来完成航空工业基础的搭建 就只能以苏联专家团的意见为主 这就是解放时中国航空工业的底子 同年10月底 中国与苏联正式签订了修理飞机 发动机和组织飞机修理厂等方面技术援助的协定 1954年 我国沈阳黎明发动机制造厂 开始仿制苏联的克里莫夫VK1发动机 此年 我国航空历史上第一部窝喷发动机 窝喷5正式生产成功 这标志着我国从活塞式发动机 进入到了喷气式时代 窝喷发动机是当时最强的航空发动机 1944年才搭载在飞机上试飞成功 也就是说 中国生产的窝喷发动机 已经处于世界先进行列 就算按时间来算 我们航空发动机技术 距离发达国家也不会超过10年 按理说 中国继续埋头研发窝喷发动机 不断跟进 中国的航发还是能跟上西方国家的脚步 但可惜的是 我们又一次错过了机遇 而造成这个情况的就是 核讹炸 从1951年开始到1969年 中国一度面临了5次核讹炸 其中美国3次 还有2次是中苏交务后 苏联对中国展开的核讹炸 当时的中国国防实力才刚刚起步 别说核弹了 就连寻常的火箭导弹等国防威慑力都没有 人家可以肆无忌惮地对中国进行威胁 而我们却没有能力还手 迫不得已 我们工业发展方向 只能向国防的预行鞋 1956年 前学生向国家拟写了一份 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建议将我国的航空航天合并起来 看作一个整体 但是要优先发展导弹和火箭 因为这两个是最能解决我们国防安全问题 1957年 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第一颗卫星 这项技术震惊了世界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福兴奋地表示 飞机今后都要进博物馆 当时全球几乎所有人都认同这个说法 毕竟导弹更便宜 还能远程投送核武器 当然比飞机具有更高的战略价值 因此 国家领导人就采纳了千学森的建议 这个建议最终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 毕竟 任何的经济工业发展 都是建立在我国国防安全之上的 而蓝纳一新的成功 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大大提升 也让中国拥有了长时间的经济工业发展期 可对于航空发动机来说 就非常可惜了 中国的国力是有限的 集中力量发展火箭导弹 就意味着在航发上的投入 就会被迫减少 投入一旦减少 就很难系统性的发展 中国航发因此错过了第二次崛起的机会 等我们终于解决核草之后 发动机技术已经再次发生了革命 窝盆发动机逐渐被淘汰 涡轮发动机进入历史的舞台 所谓的窝上发动机 就是在窝盆发动机技术上改进而来的 窝盆发动机的推力 是依靠喷出的高速燃气产生的 在军用上不追求经济性 窝盆发动机完全够用了 但是当民用飞机开始崛起时 大家就发现它实在太不划算了 因此就出现了窝扇发动机 不仅油耗低 噪音也更小 让人类的长途飞行的成本大大降低 有了它 全球的民航市场才开始起飞 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 才开始研制窝扇发动机 但是因为技术历史的原因 一直无法实现突破 一直到1972年迎来了转机 每年英国罗罗公司突然主动提出 愿意向我国出口4倍 MK202民用发动机 我们当即与他们进行谈判 经过两年的交试后 英国的罗罗公司 竟然还愿意出口 4倍军用发动机的技术专利 并且帮助我们生产线进行国产化 这也无疑是一次天上掉下来的惊喜 要知道 罗罗公司是当时世界四大航空发动机 生产商之一 而4倍发动机在当时的航发领域 也算是顶尖的涡扇发动机 罗罗公司愿意出口 让我国一度拥有了追赶 西方先军航空发动机的底气 不走的计划 先是用三年时间 搞定进口发动机零部件的组装技术 然后再用五年时间 防制出国产化的发动机 也就是涡扇9 如果事情发展顺利的话 我们可以在1980年左右 就有世界先进涡扇发动机的生产能力 可结果 我们再再次错失了历史性的机遇 涡扇9直到2000年时 才首次订货成功 2002年才在监红期上首飞 2007年才正式国产化 而此时 比原计划晚了真正30年 现在世界上能造飞机的企业 加起来也只有十几家 其中能独立生产航发的企业 更是只有寥寥数家 而国产发动机市场份额 一度不足1% 如果中国当初的涡扇9发动机 能够按照计划顺利研发出来 并且持续地消化吸收 现在的航空格局可能就要冲血了 为什么我们的涡扇发动机研发会晚了30年 到底有哪些特殊原因呢 这就得说到我们航发面临的悲痛了 其实 航发的前两次错过还可以理解 一个是国家动荡 没有工业基础 一个是建国时期遭遇核讹诈 资源有限 只能被迫二选一 但是在第三次机遇里 最为可惜 后来科学家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觉得我们当时放下了一个战略性错误 那就是航空工业规划相当混乱 中国航天的发展是有详细的规划的 而航空工业却没有 直到1995年之前 航空工业一度没有被列入国家高新技术中 而在这之前 我们的投入都不够 尤其是发动机 早期中国航空发动机的规划比较粗糙 最明显的就是一场一锁一型号 啥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没有单独研发发动机 而是要研发一款飞机的时候 才会把它当作配套的设备来研发 换句话说 航发就没有单独的公关路线 都是飞机型号的附属品 这样做的好处是 发动机跟飞机的匹配度很高 但缺点是 一旦飞机研发项目有更改或者暂停 发动机都得跟着暂停 比如在1964年时 启动研发的涡扇6发动机 它是我国研发的第一款大推力发动机 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即便如此 涡扇6也是依附在歼9战机的下面 也就是作为歼9的配套项目 结果呢 1984年 歼9因为研发职包要求过高 被迫取消计划 而作为配套的涡扇6 也因为歼9项目的取消被停止了 涡扇620年的研发 白白浪费 同样勤快的还有涡扇8 它是运时飞机的配套发动机 运时项目取消后 涡扇8也被停止了研发计划 看到这儿大家应该就清楚了 发动机作为航空工业最重要 最核心的技术 是最需要持续突破的技术 竟然没有单独将它列为一项 长期规划来攻关 导致我国的航发研发 一直处于断断续续的状态 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 这也是当时涡扇9同样面临的困境 它是歼7的配套发动机 但是由于各种问题 歼7的研发进度也很慢 直接导致了涡扇9和歼7双重突后腿 导致了花费30年才实现破产化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后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 美国利用战斗机迅速击败了伊拉克 让我国科学家再次认识到了 发动机的重要性 1995年国家发布了 《绝无意见征修稿》 航空工业依然没有被列入高新技术 王大恒 施昌旭等几位老专家 联名向中央写信 阐述了航空技术的重要性 以及击破信 中央在看到这封信后 也紧急进行了讨论 并且在次年的 全国人大巴基斯斯会议上 自此 中国航空工业 终于迎来了良性发展 2011年 工信部牵头 对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 启动调研与论证 2012年 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 重大专项全面启动 同年 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 在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 位列所有项目的第一位 航发的重要性被一步步扶振 投入越来越大 截止到2020年年底 两机专项的投入已经高达3000亿元 除此之外 我国还对原有航发的研发模式 进行了改革 也就是飞机和发动机分离 2009年 我国正式成立中国航发商发 在2016年又成立中国航发 自此 中国发动机的研发 也摆脱了对飞机的依附 成为独立的集团了 在中国摆正了航发的重要性 调整了规划后 中国航发开始走上了 快速发展的道路 比如在军用发动机方面 我们选择的是 独立自主的研发道路 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2002年 国产涡轮14亏轮发动机定型 中国第一次走完了 自行研制的全过程 2005年12月 国产军用发动机 涡扇石太航 通过寿命测试 2011年 涡扇石的最大推理确定 可以量产 也是在2011年 长江1000A发动机 也正式列入发展规划 民用航发更加艰难 因此 我们一直用的都是 引进和消化吸收的战略 它的供应商达到了350家 遍布全球各地 在选择合作伙伴时 我们就考虑了制裁的风险 不仅有多个备案 也在积极做国产化替代 2022年 刘大祥院士已经透露 我国最先进的军用发动机 涡扇石五已经试飞过了 可见在不久的将来 歼20也可以装上中国星了 2023年 长江1000A已经在运20上首飞成功了 目前已经进入到 试航矩阵的状态 换句话说 C919国产大飞机 用上中国星的日子也不圆了 还有在下一代民用航发上 也取得了突破 也就是长江2000 它的设计推力比长江1000A更大 达到了35吨 预计会被应用在C929宽体大飞机上 在2020年的时候 长江2000就已经处在 验证机试车阶段 航发式工业上的明珠 正是因为我们几十年的不断努力 才能做到一个又一个技术 一个又一个零部件的突围 这才打造了我们庞大的 核心零部件的生产能力 直到现在 我们虽然还没有正式搭载 民用航空发动机 但是我们可以骄傲地说 我们是不怕卡脖子的 好了 我是熊猫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